臺藏科学院 小家午安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台湾陈庭园道店 我是现如预外出版社的编辑 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带着我们新书 脊椎侧腕预防治疗 来到陈庭园道跟大家做分享 那这本书是由台大医院的脊椎侧腕 运动团队共同著作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 我们这本书的总策划 葉坤達博士 來現場為大家介紹這本書的內容 我不要佔用大家太多的時間 時間很重要 聽採的內容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熱烈的掌聲來歡迎葉坤達博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大醫院部件部 物理治療技術科的 物理治療師葉坤達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寫出了這本書 脊椎側彎的預防及治療 這本書是我們台大醫院的 運動團隊跟骨科部的兩位醫師 就是兩位骨科醫師 吳明孝醫師跟吳冠偉醫師 所編輯的 其他有幾位是我們的 物理治療的 運動團隊 那我本身在台大醫院服務 已經有 32年的時間 這個我從畢業 退伍第一份工作 就在台大醫院 一直做到現在 那臨床上呢 我們看到很多 有脊椎側彎的 小朋友 家長帶著他來醫院 都會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擔憂 因為小時候呢 可能都沒有發現 一直到大概到國中的時候 突然發現有脊椎側彎 那這個時候 家長來醫院之後 都會非常擔心 這個到底要怎麼治療 他怎麼才會把它治好 需不需要開刀等等 會不會影響之後的一些功能 會不會常常造成腰斷背痛 所以呢 我們這本書呢 就是針對一些脊椎側彎 家長常常問的問題 常常有的這個疑惑 做一些解釋 那書中呢 除了這些常見的問題之外呢 我們也有做一些這個影片 你只要掃描 書裡面的QR Code 就可以跳到那個頁面 就會有動作 來教大家怎麼樣的 做一些運動 那這些運動呢 除了可以減緩一些脊椎的痠痛之外 還可以預防脊椎側彎的惡化 所以這個 對我們一般居家的 不管是青少年的脊椎側彎 或是老年的脊椎側彎 都非常的有幫助 都非常有幫助 那什麼叫脊椎側彎呢 就是說顧名思義 脊椎的這個脊柱呢 異常向側面彎曲的一種問題 或是疾病 那根據統計呢 大概有2%到3%的 學定的兒童會受到影響 那可能會導致一些不舒服 比如說有一些痠痛 外觀不佳 比如可能會有腰痠肺痛 或者是說姿勢不好 彎腰駝背的情況 那嚴重的時候呢 需要矯正 你可以看到右邊這個 他變成了一個 有點那個那個 歪了一點點 正常的應該是 從後面看一下是直的 那他如果歪了一點點 或者是呢 胸椎往右歪 腰椎往左歪 就變成S型的 那這個是C型的 那都是脊椎側彎 那輕微的脊椎側彎 其實不會影響到 太多的 引起太多的問題 大概就會引起一些痠痛的問題 那說嚴重的脊椎側彎呢 就會造成一些 可能會有這個 腰椎非常的不舒服啊 或是會有痠痛的問題啊 等等 那顧名思義呢 我們常常遇到說 脊椎側彎是不是遺傳的 那個那個家長常問就是說 為什麼我的小朋友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有脊椎側彎 那但是現在在醫學這麼進步呢 我們很多問題呢 還是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就是說現在科學家呢 還沒有真正發現說 欸這個脊椎側彎 到底是不是遺傳來的 或是是不是有這個基因問題引起的 我們只知道呢 從觀察裡面呢 大概男與女大概是1比9 這個男生是比較少 女生是比較多 然後於是我們就想說 欸這可能跟那個 染色體有關係 有可能跟這個 天生的韌態比較鬆死也會有關係 那除了遺傳之外呢 很多原因也會引起脊椎側彎 譬如說姿勢不好 或是環境的因素等等 都可能會引起這個 這個脊椎的一些角度的問題 那脊椎側彎 家長常問的問題 也有說 欸那什麼動作不能做 什麼動作不能做 什麼動作呢 是不是背書包都背一邊 那一邊重一背輕 是脊椎側彎 意思是說有人就建議說 那脊椎最好 那個書包最好是兩邊一起背 才會一邊重一邊輕 但是很多人只背一邊 也沒有脊椎側彎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好像也不是 這個背書包的問題 那有些運動可能會 對於脊椎側彎會有幫助 但是呢 有些不適合的動作 可能會讓他的這個情況更加的惡化 比如說像這個圖裡面 他做一個這個很 很那個頂腰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說他的壓力會 都集中在這個 上背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小朋友有脊椎側彎 可能造成他的這個角度 有更加的嚴重 那脊椎側的類型有哪些呢 我們平常上大概會把它分享 是功能性的跟結構性的脊椎側彎 所謂功能性的結構 結構脊椎側彎呢 脊椎側彎呢 就是說他可能是有姿勢 或是肌肉不平衡引起的 那結構性的呢 是由先天性的這個 先天性或神經性的肌肉引起的 那關於這個脊椎側彎有哪幾種形狀 我們從分類上來說 正常的是直的嘛 那也有可能是到C型的 也有可能是C型的 也有可能是S型的 也有可能是到S型的 那由輕微到嚴重 如果他的角度越來越大 就會越嚴重 那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到如果說超過 臨床上我們在看 如果超過45度以上 可能就要考慮開刀 因為超過45度以上呢 他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心肺功能 呼吸啊 心跳啊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 你常常會壓迫到心臟 造成這個會喘 會不舒服的時候 可能就會比較考慮開刀 來減輕那個壓迫 那通常如果是小 小程度的輕微的脊椎上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那如果超過20度以上 到45度之間呢 就除了做運動之外 還要配合這個背降 我們就用背降一個外力 來讓他的脊椎 圍取在一個正中的姿勢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比較不會 惡化的那麼快 那非手術治療 包括運動跟這個矯正背降 那運動的目的呢 就是要強化核心肌群 來改善他的姿勢 那我們就會教他說 第一個你是哪一種 形狀的脊椎側彎 適合做哪些運動 那當然我們做的都是一些 除了一個訓練核心肌群的 通常還會 讓他減少角度的運動 那脊椎背 脊椎側彎的矯正背降呢 通常是在 你的角度是在25度到45度之間 就比較適合穿這個背降 那這個背降呢 主要是要控制他在發育成長的過程裡面 不要惡化的太快 因為呢 在這個階段呢 通常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小朋友在等 等大人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呢 他有脊椎發育的特別快 發育特別快呢 那個通常這個惡化也會 那個速度也會變得加快 那如果說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們就會給他做一些手術的治療 那手術的治療呢 剛才有講過就是說 他角度太大 然後影響到心肺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呢 才會考慮說 跟骨科醫師或神經科醫師來 做一些這個角度的手術 那手術之後呢 還是要定期的追蹤 定期的追蹤 然後做適合的運動 還防止他的惡化 那這個特定的運動療法 全世界有很多門派 我們歸納起來 大概有七個最主要的門派 包括呢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西班牙 他們都有各種不同的配點 那主要目的呢 就是利用一些特定的運動 來減少脊椎的角度 那當然每一家有每一家不同的特色 那效果也都是因派別而已 那主要呢就是說 針對個人的運動 來穩定脊椎和矯正姿勢 我們例如常常看到 小朋友來不見步的時候呢 都經過什麼 每個都問到說 你以前到哪裡去治療 他都會說去推拿 家長可能會想說 我把他推一推 怎麼會把他推回去 那甚至說有家長 還請他的推拿師到我們醫院來 觀察我怎麼訓練病人 怎麼訓練小朋友做運動 就是說他除了推拿以外 他也可以在他的整天呢 教小朋友怎麼樣加強一些運動 那推拿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就是說因為 我們的很多推拿師 他的強項就是放鬆 他覺得呢 你這個脊椎呢 我幫你推一推一推 你比較柔軟之後 他就比較容易回去 這樣講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把他推鬆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把他推回去 但是呢 同樣一個道理 你推回去以後 他因為旁邊都已經被你推鬆了 是不是很容易又跑出來 所以說我們在醫院訓練的時候呢 我們不是強調說放鬆 比如說某些角度 某些部分要放鬆 某些部分呢 我們可以加強做激勵的訓練 讓那個地方比較有力 相對的把他頂住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突出來 所以這是我們跟那個一般 外面這個推拿比較不同的地方 所以說 萬一有急接側彎了 也不要隨便的推拿 萬一推拿推 推的位置不對 怎麼會造成更加的惡化 那我們會推薦什麼運動呢 第一個靜態的姿勢矯正 這個靜態的姿勢矯正呢 就是說我們把我們的 這邊有個骨頭的形狀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胸腔 這是我們的上翼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橫隔膜 橫隔膜 那就是說我們在呼吸的時候 呼吸的時候 把你的橫隔膜呢 當成有一把雨傘 把它撐起來 把它撐起來 就是說我們的橫隔膜 是不是在我們的這個 痰中這個地方 就是胃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做一個深呼吸 然後呢 你想像說 我的橫隔膜上面呢 也把雨傘把我撐起來 撐起來以後你的腰呢 你的脊椎呢 是不是要往上 往上挺直 往上挺直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呢 然後 看我們的脊椎呢 就是歪到哪一個角度 哪一個方向 然後把它往中間的地方推 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脊椎大部分呢 是比較柔軟性的脊椎側彎 那這個運動呢 對於柔軟性的脊椎側彎 非常的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那我們靈體上 訓練病人的時候 每一發現他這樣一退以後 整個姿勢就變得比較正了 那比較正呢 如果他不注意 是不是就會吵出來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他可以在比較正確的姿勢 做一些側臥啊 補臥啊 或是站啊 或坐啊 在每個姿勢下 都訓練這個動作 訓練這個姿勢 訓練這個呼吸的動作 然後在呼吸的情況下 去做一些調整 矯正的姿勢 那還有一些動態的核心穩定 剛才是靜態的 就是說我們是沒有做一些動作 那動態的核心穩定運動呢 像一些皮拉提式的運動啊 可以保持這個骨盆跟軀幹的穩定 還可以增加核心肌力 核心的肌力跟耐力 那我們書裡面呢 這個頁數呢 它的 在那個頁數呢 也有一些QR Code 你只要掃描那個QR Code 你就可以根據這些動作呢 來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很多的脊椎側彎呢 大部分都是 右胸跟左腰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統計下來發現呢 右胸跟左腰的脊椎側彎特別的多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這個姿勢 於是呢 我們就是說 在這個 這個調整的時候呢 你可以再 用這個平行桿 然後下面墊這個瑜伽球 你坐在上面 然後做一些調整的姿勢 那你的手是放在上面 做一些穩定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呢 經由這個 護理治療師 幫你做一些訓練之後 這個角度呢 就可以很容易的減少 很容易的把它推進去 那日常生活 跟要做什麼強化運動呢 通常我們會做一些伸展動作 伸展運動 讓我們的下背胸椎 這些部位的伸展 來維持脊椎的靈活性 那核心強化呢 我們會做一些腹部捲曲 比如有點像是兩臥起坐 或是骨分橋的運動 來增加核心的力量 那也有講到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的腳症配架跟手術 比如說你如果說 在發育的過程裡面 發育的過程裡面 那如果這個角度呢 是在25度到45度之間 我們就會建議說 根據你的這個不同的部位 做不同各種不同的背架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讓它在 讓這個脊椎呢 在成長過程裡面 盡量維持在正中的位置 不要都化得太快 那各位想想 穿這個背架是不是非常的不舒服 第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天氣很熱嘛對不對 你再穿一個這個背架呢 當然又更熱 於是就是有那種 也有一生是建議說 可以晚上穿白天 如果角度不是非常大的話 你就白天可以不要穿 就晚上睡覺的時候穿 或者說 加上一些那個 比較均壓的氣囊 那氣囊呢 可以減輕這個 這個我們推的那個 增加我們推的這個力量 讓我們的腳症效果更加的更好 而且它可以增加它的舒適度 那如果說 角度超過了 45度或50度 然後又心肺功能有影響的話 可能就是 會幫他考慮做一些手術 所以看到左邊這個呢 是一個 胸腰椎的脊椎側腕 角度已經非常大 那就是 拍完刀以後 拍完刀以後 會用這個 內固定把它固定起來 那這個 腰椎這邊 會保留一些活動度 讓它能夠 比較做一些腰椎的動作 那 可以看到說 拍完刀以後 整個脊椎呢 角度就變得比較直 比較直 那這個開刀呢 我們希望也是說 不要太早開 為什麼呢 因為小孩子一直在發育啊 如果說可以晚一點開 在這個成長成熟之前 用背架來維持 他等到他 比較身高都出來以後 再來開刀 可能會 比較不會長不高 太早開都會長不高 那這個是一個 年紀大的女性患者 59歲 他的這個 開刀前 達到40度 而且腰椎的虛度不夠 那經過這個治療之後呢 發現說 他的這個整個症狀 痠痛的症狀 沒有改善 於是呢 他就去骨科做了一個 矯正手術 那開完刀以後呢 就矯正到6度 從40度矯正到6度 原本的角度是這樣子 40.2度 開刀刀以後呢 變成6.2度 所以那個 進步了很多 但是呢 同一個問題就是說 固定起來以後 他的活動度就比較受限 活動度比較沒那麼大 那所以說 固定好之後呢 也要加強一些知識的管理 還有日常的運動 讓他不要這個 不要 讓他其他的部位 不要產生痠痛的問題 那其他像一些營養 各位知道 我們骨骼的發育 也是需要這個營養 還有維材質 礦物質都需要 那心理支持呢 就是說 我們發生有 發現有脊椎症患的 不管是家長或小朋友 心理一定是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徬徨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是有一些 重要性的 這個建立我們支持網路的話 他們的心理會比較容易接受 比如說他如果知道說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控制的 比如說 平時呢 就靠運動或背價來控制 真正如果 會發到一定程度之後 只要開刀 他的育肉還是不錯的 那這時候 家長呢 有正確的一個觀念 就不會覺得說 心理會非常的徬徨 比如說 我們只要在日常生活 做一些很好的控制 還有運動 那這個時候 就 不會說 惡化的那麼快 那心裡面就會比較怕死 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比較不會那麼擔心 那這個書裡面呢 我們也有一個簡單的自我檢測 因為很多小朋友呢 是 突然 被家長發現有脊椎側彎 那之後就 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呢 我們這個有一個簡單的量測表 就是說 你平常呢 可以稍微幫他注意一下 他的姿勢 是不是正確 比如說 看他兩邊的肩膀 是不是 有一樣高 如果說 有一樣高的話 就是零分 那如果說 有一邊高一邊低呢 是一分 如果 非常的明顯 是兩分 好 那分數越高 表示說他的 有脊椎串的可能性就越大 好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看他 你從背後看呢 你看他兩邊 手跟身體的距離 是不是對稱 是不是一樣 如果說 兩邊距離 手跟身體的距離 是一樣 就是零分 有一點點不同 是一分 如果很明顯的 就是 一邊比較遠 一邊比較近 那就是零分 那這個表示說 他可能上 上半賽已經偏移了 那第三個呢 我們看他的骨盆 有沒有一樣高 就是他的 兩邊那個 叩頭 就是 你那邊看皮帶 或是穿褲子的時候 看他的這個 這個褲子 是不是在同一個直線上 如果是水平的 就是零分 如果一邊高一邊低 可能是一分 如果差異非常多 就是兩分 那第四個呢 就是說 你讓他身體往前彎 就是 你身體往前彎 就是肚 然後你從後面 蹲著看他兩邊 有沒有一樣高 來 台院長 要不要我們示範一下 可以示範一下 好 我們請台院長 這個是小朋友 來 麻煩你往前彎 好 好 然後你從後面 從後面看 看他兩邊 兩邊是不是 有一樣高 如果手一高一低的話 可能就是有脊椎側彎的問題 因為他有一種旋轉的 旋轉的狀況出來 好 謝謝台院長 請坐 然後 第五個呢 就看他的骨盆 有沒有旋轉 有沒有旋轉 是不是 就是有的站的時候 就一邊前面一邊後面 那這個時候也 如果很明顯的話 就是兩分 如果 如果有很明顯的旋轉 可能就是骨盆 有一些問題出來 好 那 這個 總結以後 如果分數越高 表示說 欸這個可能 好 脊椎側彎的這個 這個機率越高 然後可能就要到醫院去做 骨科做這個X光 好 一照就知道他的 整個角度的變化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是一個我們的新書發表會 好 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平常要怎麼樣注意 小朋友 有沒有脊椎側彎 其實老年人也可以啊 老年人現在 現在大家的壽命都 活到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那有腰椎的一些 退化的問題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如果說 他這個 這個 脊椎有側彎以後 就很容易造成一些 痠痛的問題 我們臨床上看到說 其實喔 這個現在 現在人 最容易發生的問題 就是痠痛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人的設計 根據專家研究 人的設計本來是 使用壽命是五十年 好 就像車子都有使用壽命 對不對 那現在用了八十年 那是不是可能這個 呃 故障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 雖然醫學這麼發達 可以延長我們的壽命 但是如果平常的保養跟注意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個老年人也要很注意說 自己的脊椎有沒有歪掉 啊 時常注意我們的姿勢 要坐啊 站啊 要挺 好 那 那 這時候我可以減少一些 脊椎退化跟老化的問題出來 好 這是我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這個 脊椎側彎的 預防及治療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裡面也有很多QR Code 各位可以掃描之後呢 去看看裡面有什麼運動 可以追運動 都會對脊椎的保健是有一些幫助的 好 謝謝葉坤達為師精采的分享 那剛剛在葉老師做分享的時候呢 我們來為重量級的貴賓 也是我們這本書的作者之一 是台灣脊椎車彎腳正中心的 譚院長 譚世新譚院長 我們請譚院長為我們說幾句話 好 各位貴賓 還有我們那個葉博士 還有我們今天的那個主辦人和小學 謝謝大家的同場跟光臨 那今天剛好呢 我們這個剛好是這個 台灣北部跟中部的兩個復健的專家 在現場 那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剛好 心中以前有什麼疑惑呢 可以問我們兩位 那希望大家能夠得到滿意的答覆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國內台灣 學術界的泰斗台大醫院 復健部的這個葉博士 那小弟我呢 曾經是在台中榮總 復健部的服務 那我是在八年前呢 復健部這個技術主任 離開榮總以後呢 現在自己在開業 那目前是在那個西頓區安和路職業 那我那邊是叫做台灣脊椎智溫腳症中心 專門治療這個脊椎的問題 那有QR控可以少 那也歡迎大家參觀我的網站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要現在找我們 那剛剛這個 我們念博士提到 上帝造我們這個身體是用五十年 那現在的壽命都延長了 所以很多就是 志氣又開始故障 尤其是這個 我們 古時候說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那上帝當初照我們這個身體的時候呢 也沒有想到說 我們人類會發明電燈 現在八點了 大家還要在這裡 還要這裡挑燈業戰 那上帝更沒想到 我們人類會發明電腦 大家都在打電腦 那上帝更沒想到 現在既然發明手機 大家都會看手機 所以都把脊椎給搞壞了 那以前我們常說 以前是我們乾定是台灣人的國病 以前那個廣告有一句話說 這個乾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 可是現在大家發現 現在我們台灣人這個乾都弄好了 現在是都脊椎都壞掉 都是被這個電腦啊 373禮拜的 那我們台灣又是一個 三學主義的國家 那個小朋友都在讀書 每天在學校上了八節課 然後晚上要去補習班補習 那除了社會呢 都在白天打電腦 晚上看手機 所以呢 脊椎大家都會出現很多問題 那脊椎車彎只是 脊椎出問題裡面 只是一個項目 一個項目而已 那更多 大家更多的問題 都是長五次啊 那這個 這個大家就比較了解 還有所謂的 醫學名字就是 椎間盤突出 那都是退化性的疾病 那總有一天找到的 那所以呢 我們除了這個 日常飲食 要保健以外呢 我們脊椎的保健很重要 那各位如果 今天有來這裡 都是對脊椎保健 有興趣的 或是有需要的 那各位呢 如果 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 請問在這裡 我們 自無不言 言聞不盡 有問必答 好 好